大家好,我是老段 前几天讲到的进口高端设备一当挪动 成百上千万的设备就会被锁成一堆废铁 那它到底是用什么方式来判断进来锁死的呢? 就这个问题,大家是争论不休 我把网友反馈的信息和我之前 与一位安装工程师得到的信息进行结合发现 主要是通过以下三种方式来进行判断锁死的 第一,有些设备是装了这个陀螺仪 那这个东西就是来检测设备的震动和角度的 这个装置反映到超过了一定的角度 这个系统就会自动锁死 第二,有些设备是装的GPS定位 机床买过来之后,厂房会派人过来安装调试 来的人会把端前的定位信息输入到系统里面 那你每一次机床重新启动关机之后 系统会自动的端前的位置信息和系统里面的信息进行比对 超出一定的范围,系统也会自动锁死 那第三,你加工的零件数据输入到这个系统之后 系统会自动的上传到厂家 厂家把这个数据分歧以后 如果发现涉嫌用于军供的话 系统也会自动锁死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